记者邱燕玲台北报道,高雄市政府上午在立法院康元前广场举办107年高雄凤利记, 想望就要立刻够宣传行销活动, 前高雄市长、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特地出席, 他致辞时表示,小英总统听到他要来凤利记活动, 要我买300香玉和包送给总统府志工, 虽然总统不能亲自来,但仍表达腾熙支持农民的心意, 包括陈菊,立法院长苏嘉全,副院长蔡奇昌, 高雄市代理事长许立明,民进党高雄常参选人陈奇迈, 高雄市立韦秋一鸣等都出席这场活动。 陈菊上台质询指出,原本总统府内还有会议, 他特别请假来,今年风调雨顺,凤梨荔枝产量更多, 但也担心价格因此不好,还请大家多帮忙农民。 陈菊也感谢大家对他的疼惜,并希望大家把这疼惜延续, 继续在年底选举千成,支持陈奇迈, 苏嘉全致辞指出,他听到陈菊买300香时吓一跳, 输人输不振,我也买300香,送给委员、员工。